今天是5月22号 你要说新政府对于打诈 已经拿出了成绩 好像有一点太过严苛了 可是为什么台湾的人民会觉得说 好像台湾有这个打不完的诈 为什么人民会这么生气呢 我们的诈骗集团有多猖獗啊 像是包含在昨天呢 终结才发生的这个随机砍人案件 结果几个小时之后 马上网路上就出现了这一种 终结偿反男啊 号称呢说要跟大家借5万块钱 所以我们的诈骗集团这么的猖獗 当然现在大家都想问说 有谁没接过诈骗集团的电话呢 包含了准总统赖清德呢 他其实之前也曾经说的 打诈是最优先 他甚至还讲出了说 诈骗是零容忍哦 可是台湾现在有谁 没接过诈骗集团的电话 大家这么生气是因为 你这个钱到底有没有花在刀口上呢 以这个数发布的总预算来讲呢 2022年我们的预算是来到了57亿元 2023年我们的预算呢 已经来到了73亿元 很明显加了上去 但是这当中包含了出国预算 就被执意太高 甚至高过了反诈皮台的建制费用 所以光是在去年 全台湾人民累计被骗的金额 来到了88亿元 而且这还是有报案的 如果说有一些人担心诈骗 被骗之后这件事情曝光 可能会跟家人吵架 所以不敢报案的 当然也是有 因此这个金额 还有可能是再更高一点 但是没关系 你说这些啊 都是前朝过去八年的事情呢 我们的新官已经上任之后 到底提出了哪些新三法要来救大家 希望这个诈骗的部分可以赶快来被解决呢 包含我们的书发部新的部长黄晏呢 他就提出了打诈三件 包含了打诈数位任性呢 还有包含了数位经济 这当中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要打诈这个诈骗集团的部分 所以他们也说了 要成立这个通报的查询网站 如果说未来啊 你发现有一些网站非常的可疑 或者你担心这个讯息可能是诈骗集团 丢到这个网站上面呢 你就可以去通报 也可以去查询到底是不是诈骗 还有未来他们也说了 要统一使用这种合法公司的短码 所以你收到这个解讯内容 你可以知道 到底是不是公部门发出来的 比如说现在已经在使用 公部门的短码是111啊 还有我们的金融机构呢 预计将会使用68 后面加这个银行的代码 甚至他们说了 预计在三个月里面 这样的系统就准备要上线 还有包含的是 现在假讯息非常的多 要怎么样杜绝假讯息呢 现在我们的书发部也说了 如果美国的他们的TikTok 正式卖出去的话 台湾将会跟美版的TikTok来串联 希望可以杜绝中国大陆的假讯息 可是你要抓这些诈骗集团 还必须要靠谁 靠我们的法务部 所以现在呢 我们的法务部长郑明清也说了 打仗呢 其实已经抓到了上游的核心 真的是如此吗 现在大家也担心说 会不会是因为 手脑都还在外面 你一直抓下面这些车手啊 工具人根本就抓不完 所以法务部现在也说 希望三毒赶快通过 可以严惩来重罚 对全台湾人民最在意的事 我们都不希望明天接到电话 又是诈骗集团 以上是这节最新 怪我发生的东西 这节目不希望这个 基本是一个诈骗集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